我明明是花了100平米的钱,却只能住在70平甚至更小的房子里 凭啥呀?公开面积到底能不能取消呢? 这个事儿现在有新的动向了 知名的省会城市合肥已经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取消公开面积 以及推进现房销售 这个消息一出来,网友是分增点赞 合肥在最近这几年都已经成了网红城市了 因为它在半导体、汽车、人工智能等等里的投资都做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它的一举一动是很受关注的 甚至很多城市都公开提出要摸着合肥过河 那如果合肥探索取消公摊,效果不错的话 是真有可能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的 那么这个公摊到底是咋回事儿? 如果取消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公摊面积最早是中国香港搞的 发明这个玩法的人叫霍英东 也就是跳水环后郭晶晶老公霍启刚的爷爷 在他之前呢,香港的房子都是暗层卖的 但是后来香港经济起飞,人口猛增,连带到房价也暴涨 暗层卖太贵了,很多人根本就买不起 于是霍英东就想了个办法 他把一层楼分割成几套房来卖 那总价就低了嘛,很受市场的欢迎 于是向电梯间楼梯间走到这地方 就成了所有人的公用面积 开发商在设计的时候呢 直接把这些公用面积按照比例分摊到每一家的头上 也就是公摊面积了 咱们内地很多的政策都是借鉴的中国香港 公摊也是一样的 应该说在咱们城市化的初期 这个政策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时间一长,政策走样了呀 公摊成了一笔糊涨 有的开发商还玩起了猫腻 咱们久不知有个人吗 应该买69平米的房子 实用的套内面积只有32平 居然37平米都是公摊面积 而其实除了合肺之外 早就有些地方已经探索 甚至是实施过取消公摊了 比如说重庆 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按照套内面积计价 而事实也证明重庆的房价当时都是比较清明的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 用建筑面积还是用套内面积 这不就是算法不同吗 如果用套内面积 那房子的单价肯定会涨上去的 买房的人别想占什么便宜 而且呢 有些专家也会认为 取消公摊的话 开发商可能就会缩减掉公共区域的配套了 比如说他把楼梯走到这公共区域 做的窄窄的 使得整个小区的品质都下降了 应该说这些担忧都是有定道理的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忘了 在房地产行业景气的时候 人们抢着买房 公摊面积再大 人们看在房价未来会上涨的面子上 也捏着鼻子忍了 但是现在行业环境不一样了 变成是客户挑房子了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如果开发商再偷工减料的 玩什么猫腻 那就只能是自取灭亡了 相反啊 如果谁要是率先取消公摊 相信对于消费者 还是会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就算是发明了公摊的香港 2014年左右的时候 人家也以强制立法的方式 取消了公摊了 现在的规定也是必须 以套内面积来计价销售了 而从香港这年的经验来看 取消公摊之后 也并没有把房价打下来 所以说公摊到底要不要取消 这个事或许咱们也可以试着 让市场来决定吧 就跟是买西瓜一样 有人就喜欢买一个 有人就喜欢买西瓜汁 各有所好 那说到底 决定房价最核心的因素 毕竟还是经济货币和人口 而不光只是公摊面积 这个政策 最后呢 你支持取消公摊吗 可以在评论区里 说说你的看法呀 接下来 谢谢大家